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有人说一个女人如果突然从娇弱变得十分坚强了 那可能是因为她有了孩子 哪个女人内心不渴望永远被人宠着关心着呢 但是她如果有了孩子 就会把自己的心全部用去照顾孩子 当孩子遭遇危险时 她可以为孩子做任何事情 包括偷盗和背叛 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母爱的天性让人无法想象到 她会因为孩子而迸发出怎样的强大的意志来 只是身在母亲背后的孩子 永远都是支持她坚强走下去 逆时营就主要讲述了夏天是研究虫洞的主要技术人员之一 但是她同时也是一个单亲妈妈 她平时工作十分忙 很少会有时间陪自己的孩子逗逗 但是逗逗就相当于是她的命 她不允许逗逗受到一丝的伤害 正当他们虫洞研究进行到了关键时刻 崔虎听说了这件事 于是想要拿走他们的研究成果 就把逗逗给绑架了 并告诉夏天 只有拿虫洞的所有研究资料来换 虫洞是能让人倒流回过去的一项研究 所以受到了很多人的注意 在夏天把所有研究资料给了崔虎之后 崔虎却还是将豆豆杀了 豆豆死了 夏天的心也碎了 可是她除了接受这个事实 好像也无力反抗 于是她想到了自己的研究虫洞 虽然她还没有完全研究成功 但是她愿意面对未知的危险返回过去 所幸研究是成功的 但是穿越回去的夏天 却又看到了另外一个夏天 她才意识到返回过去的时间 自己只是多出来的那个人 并且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存在 这次夏天决定不再乖乖的听崔虎的话 准备把假的虫洞研究资料给她 以及想要救出所有人的命 可是她并没有做到 在救出豆豆开车逃跑的过程中 豆豆被崔虎开枪打中 再一次死在了夏天面前 这一次夏天内心怎样都承受不了了 一个母亲接连两次看到自己的孩子死在自己面前 怎么能不稀碎呢 她再次穿越回去和崔虎搏动 但是现在已经有了三个夏天 出现在同一个时空中 她只有去和另外两个夏天解释 由于前两次对崔虎的了解 这次夏天对付崔虎显得简单一些 最后她与另外两个夏天的配合下 成功将崔虎打败 但是她想要自己才是 永远陪在豆豆身边的母亲 想要把夏天的本体打死 这时第二次出现的夏天 告诉如果夏天本体死了 豆豆也会死 因为他们才是这个时空里的人 最后穿越回来的夏天都死了 留下来原来的夏天和豆豆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杨幂通过逆史营救 也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的称号 但是很多人对她的演技表示质疑 还算是不错的 毕竟人是不可以一速而就的 影迹也是一个需要慢慢磨砺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杨幂和霍杰华 继《仙剑戚虾传》之后 首次在一起合作的影视作品 这次杨幂和霍杰华的对手戏 擦出了很大的火花 不过更出众的是 影片里杨幂对母子琴的刻画十分细腻 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她可以为了孩子放弃自己 不管虫斗有多危险 夏天也要进入重回过去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若见不散吧